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 古道经义 这段经文 耶稣不断把旧约的律法 跟耶稣的解释做一个对比 而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遵行律法在天国是最大的 他提到了四个旧约律法 第一个是不可杀人 这是旧约律法 而耶稣说 什么是杀人 只要动怒就是杀人 骂人的将要受审 而积极而言 我们要主动的求和睦 我们想到有不和睦的事情 我们要先去和好再来献祭 耶稣告诉我们 不单是外面的杀人 而是内心有没有动怒 这才是关键 第二个是不可奸淫 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奸淫 耶稣说 只要心里头动了一面 就是奸淫 而我们要付代价迫切的 除掉这个情欲的罪 要挖掩 看守 好叫我们不要下地狱 旧约说给修书就可以修齐 但耶稣说唯有淫乱的缘故修齐才可以 否则其他的都是犯奸淫 第三个旧约说 不可以被弃所起的誓言 但这个誓言被当时人操弄 某些的誓言要遵守 某些誓言不用遵守 但耶稣说不可 不是不可以被誓 而是不可以起誓 每一个话语 不是因为发誓而要遵守 而是每一个话语都要像 发誓一样的重量 集的去遵守 而且是非分明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可以有混淆 灰色的地带 第三个旧约律法说 我们爱灵舍恨仇敌 但是耶稣却说 我们要主动的爱人 我们要主动的爱仇敌 有人打我们左脸 我们把右脸给他们 有人逼我们走一里路 我们跟他走二里路 有人拿我们的衣服 我们更加倍的给他 你发现耶稣讲的是主动 主动爱人 而在旧约律法 爱仇敌 爱灵是恨仇敌 也就是说这就像外邦人一样 但耶稣要我们 到了新的地方 是爱仇敌 让我们可以像天父 一样完全 我们发现旧约跟耶稣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见 旧约强调的是 外在我们的行为 但耶稣强调的是 我们内心的真实跟动机 旧约是一部分的话语 一部分遵守 但新约要求是 我们完全全部的遵守 旧约是被动 不可以不可以 但新约是主动 我们要去爱人 我们要出击 呼救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话语 走在从内心里 完全主动遵行神话语的道路 我们低头祷告 绝世我们在美宁 因为你乐意把每个你的话语 今天刻在我们的心板 让我们有新的眼光 能够看到神所要求 不是外面而是里面 不是部分而是全部 不是被动 而是主动渴望的遵行你的话语 就是把这个心给我们 让我们在遵行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跟福气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Shanty 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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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